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制作这张夜景图的初衷 美国航天局解释道 它可以反映出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发展水平 也能看出世界人口集中分布情况 不过 有网友却在夜景图上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 印度夜晚居然比中国还亮 也让很多网友叹息道 中国电力发展这么多年竟然还是这么落后 然而事实是 我国电力总装机量高达印度的5倍 印度夜晚比我们亮这么多 明显是不可能的 对此 知乎网友查阅了相关资料 最终发现了问题所在 这张图居然被人批过 至于到底是谁批的不得而知 不过中国近些年的电力发展速度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据相关数据统计 中国电力发展在民国时期还不仅美国的两百分之一 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 我国很多山区农村还并未通电 用的是蜡烛 煤油等等 经过一百多年发展 2017年中国年发电量突破6.5万一千瓦时 占全球发电量的四分之一 是美国的1.5倍多 位居世界第一 除了打造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电网 我国科研人员还掌握了一系列先进输电技术 甚至很多技术都是中国先研发出来 再扩散到全世界 比如特高压输电技术 2019年8月22日 由中国电网中电装备公司承包建设的 巴西美丽山二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幻流站 通过复合试验 各项技术指标全部满足相关要求 在为巴西建设特高压输电线路的两年里 工程师克服多重困难 高质量 高效率 完成整个工程建设 成功解锁中国特高压迈向世界的大门 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 远距离清洁能源接入的中国方案 你想不想在地球的另一边用上中国电力 特高压输电技术就能帮你实现 对中国国情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中国人口众多 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中部 东部地区 然而我国能用来发电的能源资源80%都集中在西部和北部 为了高效低损耗地实现西电东送 北电南送 特高压输电技术就派上了用场 中国电力工程师用20年将其发展到世界领先水平 其他领域不敢说 但在电力领域 中国是实至名归的世界领先国家 每年都会有不少外国人来国内留学 现在 澳大利亚 意大利 希腊 巴西 葡萄牙等国的电力系统背后 都有一个大力支持的身影 那就是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除了超长距离输电外 中国电网还有一个巨大优点 稳定 2017年夏季 由于持续高温 全国20多个省的用电负荷都突破了历史新高 其中江苏的用电负荷突破了1亿千瓦 1亿千瓦是什么概念 德国全国的用电负荷是8200万千瓦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省的用电负荷超过了一个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电网供电系统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而其他国家面临这样的问题 却是另一个做法 近日 美国德州市的居民用电价格突破新高 一度电达到46元人民币 而最高峰值 电价增长至63元一度电 对此 有网友笑称 这一度电的电费够我买两只德州爬机了 还有2012年7月 印度全国近一半地区停电 覆盖人口超过6亿 创造了世界电力史之最 这么大的范围相当于中国长江以北全部地区停电两天 不过 据说对印度当地人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他们停电已经停出习惯 这次无非是时间长点罢了 忍忍就过去了 除了上述两点外 其实中国电网最骄傲的是覆盖率 欧美电网是由私人掌控 往往会考虑成本 人烟稀少的地方就难以保证供电 而中国国家电网的工作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用上电 哪怕他们在深山荒漠 哪怕他们一百年的电费 也收不回一条线路成本 但只要他们脚下踏的是中国领土 国家电网一定会把电力送到家门口 中国电力百年发展时 其实就是一部民族奋斗时 当我们回望历史 会更加坚定当下的责任 今天我们展望前行之路 中国发展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光明